好,現在呢其實AE裡面它有提供很多種方法 那各位呢 除了我們上課會介紹的 有幾種,因為在AE裡面可以用濾鏡 可以用一個叫做去背的筆刷 我們在ForeShout裡面也有一個那個什麼 叫做自動選取的筆刷吧 有沒有,快速選取工具啊 對不對 在AE裡面也有 那當然現在新版本的AE 也有一個類似就是自動去背的效果 自動去背的,不過老實講 AE的AI 比較像還是幼稚園 跟我們上次介紹那種雲端的 雲目飛光那個已經成人了 還有頗大一段差距 所以呢 只有特定的一些情況下你用它效果好 但是你目前要靠的AI還有一段距離 那下面這邊呢 其實官方他有一些教學 那甚至呢你要找華萊塢的 藍U影片 這邊我有提供 它有連結 它有那個官方華萊塢就提供一些影片 讓你直接下載去用的 好,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喔 你在這邊呢 你可以把你剛剛下載的這個檔案 把它叫進來 好,我們就把它丟進來 那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你要什麼樣的背景 背景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影片 也可以從我們網路上剛剛提供的 那個雲端碟上去找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找我們這邊的都沒有關係 像我在這邊 剛剛在這裡 網路上的 我找這個也可以 我就丟進來 好,現在有了一段 藍幕影片 一個背景 我就把這個 我們要新增 場景有好幾種方法 那我們以前好像有教過這一種吧 把圖片丟到下面來有沒有 一丟 有沒有就有一個新的場景跑出來了 大寫按到了 好,有沒有就進來了 用這種方式的好處是 你丟進來之後 它的 合成的大小就會跟你的圖片的大小一樣 那我就再把這一段影片丟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剛剛我沒有用即時的 那現在用後製的 其實後製的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做更多變化 對吧 因為你可以做出更多不可能的事情 那即時的呢 雖然也是可以 但是總是會牽涉到很多硬體的技術 或者是那個 所以可能能夠去藍幕的 就效果就不錯了 你就比較難再搭其他的 因為用軟體運算總是 比較不容易 硬體的 電子台的 它投資比較多 它就有比較多的功能可以使用 其實說真的 現在網路攝影機 有的 連藍幕都不用了 有那種 有那種軟體 可以幫你直接計算 可是不能太複雜的 不能太複雜了 所以那種也有 我也有玩過 好 那你看我們進來了之後 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去備 當然首先你可以自己先看一看 欸 這段影片裡面 像這個在拍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接到 對不對 所以 請問 在AE裡面如果你要裁切 要怎麼裁切 蛤 要怎麼裁切 我們好像有教過欸 叫做向量工具 向量工具 這個 各位還記得嗎 如果你是這種狀態 什麼叫這種狀態 你看我們現在有沒有選到一個影片 在有選到任何素材塗疹的狀態下 這裡所產生出來的 並不是像樣形狀 而是什麼 折射片 好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子 點下去 你看我找一拉 有沒有這裁切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檢查一下 你要的範圍 當然這不見得一定要這樣切 你還有 而且我們這個 折罩不會做動態的 可以喔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那個範圍 會跟著跑來跑去的嘛 所以 這個是可以做動畫 你看我把這裡打開 有沒有 遮罩的路徑有馬表 對不對 這邊是可以做動畫的 所以你先把他的範圍 你看他有沒有需要裁切的 好 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上面這裡囉 有一個特效 因為在AE裡面 如果你要去背 他有一整個目錄的特效給你用 叫做什麼 Key Key 就是去背的意思 把東西Key掉 所以以前有人說Key掉 Key掉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裡面 有沒有好多種 對不對 西西 這個是用來去背那個 鋼絲用的 有沒有 有些人有掉鋼絲啊 你可以用底刷除也可以 但是他有一個濾鏡 就是把那個鋼絲的線索 直接去掉 也有 那我們往下 你看 最常見的就是什麼 叫做 Color Key Key Cleaner 也好 或E-Track 這個在Photoshop裡面 以前有一個濾鏡叫做災區 就叫E-Track 那 一般我比較常用 大概就是像這個 這個 Key Light 這個其實也是Adobe並不借人家的 就是買來的啦 買來的 但是這個確實效果不錯 所以這幾個其實你都可以試看看啊 那我比較常用這一個 所以我把它按下去 他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有濾鏡 有沒有看到他的原廠的Logo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 是他給人家買的 那這個裡面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滴管 這裡 有沒有一個滴管 螢幕的Screen Color 你去告訴他你的 那個 藍幕或綠幕的顏色是什麼 就滴一下 有沒有就去掉 但是要去的還不夠 對不對 所以下面那些參數 就是用來什麼 做這些調整的 做這些調整的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 不夠 是不是去比較多一點啦 那你 最好要看一下 所以最好看一下就是說 你不要說 好像第一個OK就好了 而且我這樣去 你有沒有發現 有點半透明了 資訊太多 所以可能這個 就要再拉回來一點 拉回來一點 你再找一下其他的 Balance的部分 有沒有再回來一點了 對不對 再回來一點了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稍微放大一點看 放大一點看 其實會比較OK 那不要只看第一張 你一定要拉動一下你的時間軸 你要看後面的 因為萬一這裡 這裡也沒有去好 你就還要再怎麼樣 做一下微調 再做一下微調 看看這個 去背 會不會OK 因為呢 他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blur 就是模糊的 就是讓你的影片 稍微一點點模糊的 所以他主要是像這樣 你可以從這裡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最後結果 你可以從這邊看一下 這個是來源 然後我們有一個叫做 Mask SquidMask 有沒有這樣 你就知道 真的這裡沒有去得很乾淨 對不對 所以你就還需要再做調整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其實 不管你用的是AE 你用Dreamer 你用什麼惠聲惠影 威力導演 他們都有類似的工具 都有那種藍兵目去背 因為這個已經用很久了 所以說 好用不好用 就要看你 那如果說 萬一你覺得這樣 我就不好用 你就重新再選一個 適合的顏色 因為有些時候 你的這個顏色 並不OK 就是你當初第一選的顏色 不OK 我現在把它reset了 你看我重新回來 再挑一個 因為顏色會有蠻大的差異 會有蠻大的差異 所以挑對顏色很重要 這樣挑在這邊 有沒有效果比較好 對不對 我挑上面比較深一點的 反正沒有很難 那我們一般這個綠木 藍木的話 建議會是 各位是用那個 螢光藍或螢光玉 因為這個相對比較少 我沒有很鼓勵 各位到網路上買 因為網路上買比較貴 我是去布裝買的 我買這個就幾百塊而已 而且我是六百公分 就是拉到我們那個 整個白板的長度 白板的長度 可以拿到六百公分 六百公分 我怎麼買你知道嗎 我戴著我 摩布克 裝著這個 跟老闆娘講 老闆娘 我可以先挑一下 OK的 我再買好嗎 所以我是戴著這個 老闆娘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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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你眼睛看這樣 可是因為美台攝影機的效果不一樣 所以還是有差 我就帶著他去 所以我買兩條 我不好意思買一條 我就買藍木跟綠木 這樣的話呢 你在使用這樣 應該效果就會比較好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你看像這邊 這裡還有 所以我就再把這邊 拉進來一點 拉進來 有沒有 我們的那個 向亮的 這個是可以做進來 當然如果說你要做動畫 他也可以 我給各位看到他有路徑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跟好 就跟著他移動一下 這樣也OK 這個是我們在那個 在這個 藍木、地木 如果你要用所謂的 濾鏡的方式 你可以像這樣做 濾鏡的方式 當然這些濾鏡可以再怎麼樣 鼻子組合 Key 裡面的 如果你還想要用這個 你可以一起做進去 像這裡Trigger 這裡Trigger 就是我們跟各位講的 那個叫栽訊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透過明亮度的 紅色、綠色 再去幫他做一些篩選 所以就去太多了 紅色不能去 因為紅色是人眼 這個效果也不好 好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拿掉 好 簡單的像這樣 那其實呢 這個是一個方式 那麼如果你想要看一下的話 剛好 六指淵也有做一些 他有做幾個 我看一下 上次看到的 這個 你可以簡單參考一下 這個我就不錄影了 這個是最近六指淵上面的教學 那他買的這個就是 網路上的 網路上的那個 這個 這種就是網路上買的 網路上買的這個 藍綠幕啊 他 這種應該是正版面不同顏色 就是一邊是綠幕 一邊是藍幕 不過缺點就是 還是要有人怎麼樣 是不是拿著 所以我們家 曬衣架是比較簡單 節省人力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有興趣 你可以看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